大家好 我是禮貝 這是我們的新頻道 然後歡迎大家訂閱 然後開啟小鈴鐺要開啟全部喔 拜託拜託喔 你就拜託拜託喔 拜託 今天喔 拜託 今天喔 大家好 我是禮貝 就生完第二胎之後 大概兩個禮拜的時候 我肚子突然超痛 然後痛到那種吃止痛藥都沒用 然後醫生有檢查 子宮恢復狀況也正常啊 腸胃也沒有問題 然後就不知道為什麼一直很痛 後來檢查後才發現 原來是我子宮韌帶有受傷 那不是什麼大問題啊 但醫生建議就是 可以多做凱格爾運動 然後來強化那個骨盆肌底的肌肉 然後這樣慢慢的它就會越來越好 可是我出月子中心之後 每天都在照顧小朋友 他睡了之後呢 你就超累的 你根本沒有時間再去 沒有心力再去做運動 只想躺著耍廢 所以我就上網看 有一種叫做居動椅 它就是你只要坐在上面28分鐘 等於你做了1萬次凱格爾運動 我們今天帶大家來試試看 我們主要是想要改善什麼部分呢 痕肌底肌肉 好 那你就麻煩您幫我做個填寫 然後最後這裡寫完以後再幫我簽個名字 對 那因為你今天穿的是牛仔褲 我們待要試做的話可以換個美容衣 因為它需要比較寬鬆的衣服 它感覺會比較明顯 因為牛仔褲它有厚度的話 你坐上去你可能會比較沒有感覺到 那個電磁波打上來那個感覺 因為我每個人感受度都不一樣 一進來之後呢 他們就請我寫一個那個 骨盆基底的健康問卷 然後上面就是一些 你有沒有生產啦 有沒有其他手術的問題 然後先來寫 所以你在做這個時候 其實不太會不舒服 其實你就很像 你可以翻翻雜誌啊什麼 就很像你就看書看一個三十分鐘這樣子 其實過程當中不太會不舒服 治療完之後 比如說你今天回去 你可能會覺得下腹有一點點髒髒的 好像那種生理期快要來的樣子 但也可能是沒有感覺 就是很輕鬆這樣子 但是如果有一點點髒髒的 也是正常的 就不需要覺得說 我是不是怎麼了這樣子的 你會覺得有那種脈衝 好像肌肉會有一支點收縮 會不會刺刺的感覺 那它刺刺的感覺 會在是 這個是我們的肛門 就是陰道口 它就會在這兩段中間 然後這兩邊是你的那個骨頭嘛 所以你可能會覺得這一整圈 好像都會有一點點這個 收縮刺刺的感覺 那如果骨頭有一點點微微刺刺的 是正常的 就是還在可以接收的範圍 那你等一下在做的時候 因為時間28分鐘有點長 你可能如果說有一點點跑掉了 你覺得好像沒有那個刺激感 不見了你可能可以試著稍微 就移動一點點位置微調這樣子 那它在做的時候 它有一點點 可能有一個要注意就是 像我們這樣坐著嘛對不對 那你如果 有點這樣往後倒的時候 這邊的接觸就會不夠好 你就會覺得 好像跑掉我那種感覺 所以它在做的時候 有點像我們在練習深蹲 那個骨盆 你點點這樣往前傾 它那個就是你想辦法讓這一塊 有點像貼在那邊那種姿勢 好 等一下會再幫你 弄一個霧藥 你會講舒服 有感覺嗎 有耶 就很像電鳥的那種 你的反應蠻直接的 OK嗎 會不會太強 我可以再轉弱一點點 因為第一次可以 OK 好奇妙的感覺 會不舒服嗎 不會 不會 好 這感覺就好像是 貼那種電療貼片 但是是從 貼在下面的那種感覺 但不會不舒服 就是 一種很奇妙的感覺 第一次要做完了 然後過程中沒有什麼不舒服 只是不能有那個金屬物都要拿掉 然後也不能玩手機 所以就這樣坐著做28分鐘 可以看書啦 對啊 還不錯 耶 六次做完了 做完了之後呢 我覺得原本的夜尿情形改善很多 大概到一半的時候就很有感了 然後另外還有很有感的就是 跟小朋友玩的時候會大笑啊打噴嚏什麼的 就不會再有一點點的漏尿 這我原本從 懷孕到生完都會有一點點的這個問題 但現在完全好了 另外就是產後媽媽最在意的緊實問題 我當初也有擔心 那我還要去諮詢想說可以做雷射 可是雷射的話是有點侵入式 那想到醫生在那邊操作就會有一點害羞跟害怕 就是做完這個居動椅之後呢 就是覺得有所改善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試試看 那如果有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按喜歡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掰掰 掰掰 爸爸做好 爸爸做好 他要說什麼 訂閱 喔訂閱喔 那訂閱誰 媽媽 好 訂閱媽媽 阿哥哥要訂閱嗎 不用喔 你嫌自己訂閱太多了嗎 哈哈哈